而东部军区那个通告两段 第一段是对于台独的这个惩戒 第二段就是对于外部势力的警告 所谓的外部势力核心就是美国 这个没有必要大家遮遮掩掩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大家把话说开 就是演给美国看的 什么叫演给美国看 美国能够想到的 介入台海的几个主要方式 因为这次有一个演习科目 叫导恋内外联动 导恋一体化内外联动 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演习科目 这个演练科目应该就是针对美方的介入的 然后美方的介入 这个时间也是很长了 美方也没有怎么长的业势 像兰德公司推出危险海峡系列开始 就是在台岛的东侧 就是台东区域 准确的说就是对着花莲外海 它有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在这个2022年8月份 佩洛西离开之后 我们的围台演训当中 我们对那个区域进行了长导和远火 就是常规的地对地导弹和远程火箭弹的精准打击和区域拒制打击 就是点杀伤和面杀伤 在这个画出的区域里面就是什么 最适合美国航母战斗群停泊的站位 觉得可以隔岸观火用这种方式 非常轻松写意地拿捏你 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个 第一个针对性的演练 那这是一个地方 第二个南部这条线 南部这条线蓝的 除了是对台南 台湾海上的生命线进行封锁 拦截 包括切掉台湾非常脆弱的这个能源线之外 第二个面向的就是菲律宾方向 美国人试图打游击的那个所谓的中程火器 之前不是菲律宾跟美国合作 在那个岛上偷偷摸摸地部署了 细称为四等人 就是海军陆战队 他们搞的那套什么 那个中程系统 又可以发射标准的 8标准6反舰导弹的 又可以搞所谓的中程导弹 搞巡航导弹 就是针对这个方向 就告诉你这个地方 你处在我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 就靠你这么偷偷摸摸的几个东西 比方说你出不来 你出来了以后 不好意思 我个人理解 如果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 它敢于允许美国在它领土上的基地 对我们发动军事打击 那么这个基地自动成为我们合法的打击目标 在这个问题上 菲律宾只要做出正确决 政治决策就可以了 它不需要做出军事选择 因为它没有能力 它只要做一个政治决定 它允许美国使用它这 作为干涉台海的军事基地 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对我们开火 那不好意思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合法的打击目标 它只要就是这么说吧 可能有一点过度解读 就是这次文宣当中 大家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 上一轮文宣 我们出的是当归 这一轮文宣我们出的是统一 很选择 就是我给了你当归 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接受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同属一个中华民族 给出我善意的回应 你没有 那就代表说那你选择了同 不是说什么 这个也我选 那个也我选 不好意思 二选一 那对于日本也是一样的 我们驻日大使不是说了吗 你如果日本同意美军 甚至是你日军 日本的这个自卫队配合美军 对台海局势进行了军事干涉 那么你日本本岛就成为 自动成为我合法打击目标 这就叫做红线 而至于这个时候说 如何如何 没有你们只有选择的 就是你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你选择被我打还是不被我打 你可以选择不被我打 怎么样做到 很简单 你不要介入 你不要干涉 除了你政治上不要干涉之外 你不要授权美国人 允许美国人使用这个基地 来对我们进行打击 那如果你授权了 说因为各种 我不想听理由 不需要听理由 我只要听结果 结果就是你授权 授权没关系 授权没关系 我们只要分配增加当量 然后把这些覆盖进去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